图片来源,视觉中国既被搭档,55亿天下罚单之后,近日证监会又一笔天下罚单曝光。 8月10日,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丽表示,就高雄操纵精华治疗一案,近日证监会对高雄采取终身证券市场进入措施,令其终身不得从事证券业务,或者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视高级管理人员职务。 除了终身进入,高丽还表示,证监会还对这种操纵市场案,做出行政处罚,其中,证监会没收高雄被罚所得8.97亿元,并处罚8.97亿元,据处罚决定书,高雄利用护程和投资合伙人身份,操纵16个证券账户,高雄使用及时机控制的账户组,在2015年1月12日,17月22日, 集中资金优势,以连续交易,大额风涨停的方式,操纵精华支援股价非保获利8.97亿元。 此前,证监会调查发现,高某设讯操纵精华支援股票,在半年时间里非保获利进9亿元,创下证监会查处的操纵单指股票获利金额之岁,号称民间炒股冠军集聚资金超20亿元。 在这出操纵股价的大戏中,主演高勇号称民间炒股大赛冠军,甚至曾经在某知名高校开设投资课程教授证券投资技巧,少有名气。 因此吸引多人委托高某大为操作股票账户,高某已成立的私募公司为平台,吸引多个高净值客户委托其管理证券账户,涉案账户既有散情信托账户,又有多个自然人账户。 值得玩味的是,照顾名艺人不乏著名一线影视明星、民营企业家、企业高管等,控制的照顾资金总量巨大,涉案金额超过20亿元。 据调查人员披露,在调查过程中,高某开始并不配合调查,对办案人员提出的调查要求多次推脱, 甚至存在一度失联的情况,并且存在隐移关键证据的情形,这案当事人陆某为高某所在私募公司的合伙人,对案件调查百般阻挠,甚至存在打探调查人员个人信息的情况,威胁恐吓调查人员,行为恶劣。 最终,调查人员以高某和部分重点账户名义人为突破口,查清了案件事实,揭开了民间炒股高手的面具,利用护城和投资合伙员身份操纵16个证券账户金查明。 高雄与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,下称华宝信托,签订了时间好与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特定分组账户,并以定好与7高永账户所属特定分组账户,客用于交易的权益出使资金总额为6000万元,其中A率权益出使资金为4000万元,由华宝信托以信托资金支付,B类权益出使资金为2000万元, 由高永本人提供,华宝信托根据高永下达的交易指令进行日常交易,陆某同为护城和投资合伙员,与华宝信托签订了时间好与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特定分组账户,并以权益肯绕合合同, 原定好与7,陆某账户所属特定分组账户可用于交易的权益出使资金总额为2.7亿元,其中A率权益出使资金为1.8亿元,由华宝信托以信托资金支付,B类权益出使资金为9000万元,由陆某本人提供, 根据陆某与高永陈述,陆某将该账户交由高永管理,好与其陆某账户交易,经华制药均由高永决策作出,此外,经陆某介绍,薛某,黄某明,吴某江等多人,账户交由高永管理,张某燕,黄某被世纪金元投资集团,夏成金元集团下书企业董事,两人账户在开立后只有西藏山南世纪金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, 夏成西藏金元投资经理张某招管理,后被转委托高永管理至2015年11月,薛某为护城河投资员工,其账户在涉案期间由高永进行管理,持续建仓连续交易拉伸估价 2015年1月12日至2月17日期间,高永账户组委托买入2839.25万股,成交2371.49万股金华质量,至2月17日账,户组估计则有2287.50万股金华质量。 上述期间,高永账户组深买量占同期市场,深买量比例为28.63%,买成交量占同期市场成交量比例为36.57%,买成交量占市场成交量比例超过10%的有18个交易日,超过20%的有15个交易日,超过30%的有11个交易日, 最高成交量占比达到76.96%,高永账户组利用集中资金优势,以连续交易方式,拉抬股票价格,并多次在拉高股价之后,少量进行卖出交易,集中资金优势连续风涨停。 2015年2月18日至2月24日,因春节假期,证券市场休市,2月25月起,金华质量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,5月25日,金华质量把布公告,披露重大重组事项,并于当日开盘后恢复交易。 5月25日至6月4日连续9个交易日内,高永账户组在开盘集合竞价阶段,集中资金优势,以涨停价大量委托买入金华质量,每日委托买入股数均超过1000万股,最高达到1800余万股,收盘时涨停委托买入数量占收盘时全市场涨停价买单的比例 每个交易,日均超过60%,最高达到76.35%,九个交易日内,高永账户组最后一笔买入申报时,前十当卖委托申报量累计均不高于500股,远低于高永账户组深买数量,大量抛售操纵获利超8亿,再拉抬金华质量股价后,高永账户组从6月5月起集中,大量出售金华质量,实现操纵获利。 6月5日至6月16日期间,账户组集中卖出1994.46万股精华质量,卖出金额14.92亿元,至7月22日,除薛某账户仍然持有精华质量外,高永账户组所持,精华质量均全部卖出,共计卖出2535.62万股,卖出金额16.84亿元。 同时在此期间,除卖出交易外,高永账户组在6月10日、6月11日、6月19日,共计满入368.76万股精华质量,临续满入交易显出拉抬了精华质量价格。 综上,高永使用及时机控制的账户组,在2015年1月12日至2月17日期间,大量建仓买入精华质量,并在建仓过程中存在集中资金优势,拉抬精华质量股价的行为。 5月25日至6月4日,在精华制要复牌后,高永账户组集中资金优势,连续9个交易日,在开盘集合竞价阶段,依照评价进行大笔申报。 每日申报数量均远超市场实际成交可能,6月5日至7月22日,高永账户组将前期建仓股票集中卖出,并在6月19日上午9点43分至10点07分目11秒期间,集中资金优势,以连续交易方式拉抬,维持精华制要股价。 高永账户上述操纵行为,共计获利8第97亿元,证监会,将杠杆实施操纵进一步加剧市场风险,将加大打击力度8月10日。 证监会新闻发言员高利,在旅行新闻大部会上还披露了,原国泰军安厂外市场部总经理助理,做事业务部负责人王世宏,与陈杰时任深圳小城登陆新三半投资中心总裁串谋, 通过做事商专用证券账户及陈杰时机控制账户,利用国泰军安做事商地位,在做事交易过程中采用在收盘前10分钟,以主动低价申报买出成交等方式打压或锁定股价,对服听软件等时次,只股票实施了操纵行为。 证监会还曝光了其他一些股票操纵行为,储林相控制利用相关账户组,通过盘中取甲申报买入后反向卖出等方式,对外穿股贩带8只股票,实施了操纵行为。 卸易峰控制利用公司账户,字幕基金账户及其他个人账户组成的账户组,采用盘中拉抬,需甲申报及大额峰涨停等多种方式对红字新财等7只股票实施了操纵行为。 运红高控制使用40个账户,利用资金优势连续买卖,在实际控制账户间交易及需甲申报等方式,对经为仿机等4只股票实施了操纵行为。 高利表示,杀树案件显露出市场操纵行为的一些新特点,其中较为显著的是,有些违法行为人为获取更大的资金优势,通过民间配资、资管计划、资募基金等途径加高感实施操纵,所动用的资金量往往非常巨大,在个股盘中交易快进快出,急易引发市场异常波动, 释放需带的市场听好,严重干扰投资者正常的交易决策,顺害投资者合法权益,操纵行为通常会击聚个股风险,而这些操纵行为所借助的资金杠杆渠道,往往存在结构化设计和强行平仓机制,在大盘下跌或者个股风险释放过程中,可能会触发股价下跌的连锁反馈,发生价格踩碳,进一步加剧市场风险。 其危害不容小觑,必须严厉打击。 高利表示,证监会将继续加强监管执法力度,从严打击各类操纵行为,依法严重违法行为人,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,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证监会发布,经济日报,市场公开信息等每日经济新闻。